刷悠悠卡 未来也可以搭配消费券 台北市政府更加码 让优惠再加倍 B3000 领3000 回馈百分百 然后回馈使用无限制 市长柯文哲亲自上场 要台北市民千万别错过 宣布B3000 领3000方案 张哲使用敬老卡 消费满3000元 除了中央补助的2000元 台北市更加码送1000元 等于要用敬老卡消费6000元 不过悠悠卡或是敬老卡 仅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和约定商家的小额消费 6000元花得完吗 他在五个半月当中 即使在什么穷的人 应该还是会用到3000块 自家推出的优惠 柯文哲信心满满 用敬老卡领取振兴券 首先7月1日要上网登录 7月15日起 累计消费金额许满3000元 而消费满额后会收到简讯通知 再到四大超商 或是市政大楼 取公所等服务地点过卡 才能领取回馈金 对长辈来说好用吗 会领食体的比较 你要用别的也可以 不一定要超商刷卡 存在里面慢慢用 反正存在里面 你想要买 那拿去买就好了 事实上无现金交易 它不仅在技术 其实它更在一个文化的推动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透过 这个是敬老卡 来进行加码 鼓励长者 成为台北要推动 无现金交易的 改革团队的一员 面对质疑 柯文哲强调 除了振兴经济 还要趁机推动 一化行政转型 不过就怕重蹈 口罩自动贩卖机 覆车 用起来不方便 降低使用率 让政策美意 打折扣 欢迎新闻 红席与陈丽婷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